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追逐战 黑白两个倾巢而出 还是为了抓住领头的骑车男子 司机操控货车打算堵住去路 谁知对方伸手超犯 居然来了一出飞车绝技 结果反而摆脱了后方的追兵 黑帮大佬手臂一挥 调派小弟封住各个路口 催忆在逃无可逃 只能骑车使进一家商场 后方的仇敌穷追不舍 男人灵机一动 将车开进了电梯里 可惜楼上并没有其他逃流路线 最终被追兵堵在楼顶天台 崔义在自知落在他们手里 只有四路一条 干脆好赌一把 骑车冲向布栏外的另一栋大楼 没想到下方竟然是一个露天泳池 他就这样幸运地甩掉了追兵 崔义在瞬间放松下来 他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死亡威胁 接下来就是金钱加女神的抗装大道了 两人如愿地在约定地点会合 简单寒暄之后 女神问崔义在把钱藏哪里了 后者指了只海面上的小船 水至下一刻 女神居然举起了手枪 崔义在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回到时间后 他还在猜测女神杀掉自己的原因 地狱使者笑他太天真 那个女人只是为了钱而已 崔义在突然不说话了 心中却打起了小算盘 因为藏钱地点并不在那艘小船上 而是需要开船抵达的一座岛上 等他拿到那笔钱 一定会让眼前的疯女人大吃一惊 地狱使者被他盯得有些发出 直接开枪将人送走 赴身后的崔义在大吃一惊 因为他的身份居然是名囚犯 困在监狱里还怎么去取钱 这时候一名狱警打开铁门 将崔义在送到宿舍 他这才知道自己将在四天后出狱 这么看局势还不算太糟糕 忽然墙上的奇怪画像 引起了他的注意 是有提醒他小心 这些都是那位神经病的杰作 话音刚落 郑主刚好走了进来 崔义在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干掉上上是自己的学霸童物吗 原来他因为谋杀罪 被关进了这所监狱 崔义在越想越气 直接上前就是一拳 只言对方就是一个神经病 咱们还是不要招惹的好 崔义在满心疑惑时 记忆水晶如期而至 原先的主人梦想成为职业格斗手 可是因为家境贫寒 最终被迫放弃 这天小混混上门催债时 他刚好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富二代的私人律师 自家主子开车撞了人 想找人出面帮忙顶罪 事成之后支付两亿含员报酬 因为他未满18岁不会被盘刑 当天晚上就跑去警局自首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开庭的当天 被撞女孩因为伤势太重死在了医院 原本只要缓刑的他 现在居然被判了两年刑罚 男人一时气不过 找到律师要求将报酬提高到十亿 否则等他出狱后 就立刻曝光此事 律师认为他太贪心了 结果两个人不坏而散 因为格斗技巧出众 他很快成了宿舍里的大哥 这天众人迎来了一位新室友 对方一上来就说 自己是因为杀人被抓的 每天都在极力克制失血的欲望 看他神神叨叨的模样 在场众人还真被扶住了 所以平常都对他敬而远之 崔毅在十分了解孝爸的底细 招呼一名御友去窗口把风 直接上去连扇几个耳光 孝爸懦弱的性子还是没变 很快认怂暴露了本性 原来他假装精神病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欺负 御友能感觉智商受到侮辱 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揍 从此孝爸在监狱里 彻底沦为被欺凌的对象 这天众人在木工坊做工时 一位御友故意拆下螺丝 让齿轮片朝着崔毅在飞射 却不想对方快速递火 齿轮回弹批中了自己 崔毅在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意外 但御警将伤员抬走后 其他御友终于露出恐怖疗牙 原来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 好在崔毅在格斗技巧高潮 瞬间就将眼前的敌人干翻 是由小跟班拿着武器扇扇来持 人虽然来晚了 不过崔毅在的心中十分温暖 坐下来聊天才知道 两人居然都是明天出狱 小跟班很后悔来到这里 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可这些在崔毅在看来 根本不算什么 经历地狱之旅后 他才明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天夜里 受尽屈辱的小爸偷偷跑进卫生间 准备将魔尖的牙刷作为武器 突袭一干掉崔毅在 可惜很快就被正主察觉 他真想直接戳死小爸算了 不过为此多做几年老实在不知 心中忽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崔毅在神秘地表示 自己天生阴阳眼 看见小爸身边一直跟着恶灵 还说什么要找他报仇之类的 后者瞬间想到 被自己杀掉的瘦弱同学 但又觉得这是太过玄幻 崔毅在早就想到对策 假装从恶灵口中 听门了几件有关小爸的经历 后者逐渐信以为真 直到一块抹布忽然落下 这小子居然直接下云过去 当小爸醒来之后 竟然真的变成了精神病 崔毅在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随后他便和小跟班一起走出了监狱 门口站着许多前来接风的亲人 崔毅在也看到一个熟人 正是害他入狱的律师 后方还停着一辆私密性很好的商务车 原来对方是专程过来支付两亿元报酬的 崔毅在着急去找一百亿 于是当场拘收了这笔钱 直言双方从此再无瓜葛 可律师哪能明白他的心思 难道这小子非得索要十个亿 却不知崔毅在此时已经来到上一世死亡的码头 只见他驾驶船只前往不远处的海岛 一百亿现金果然还在原地 如果能躲过死亡结局 这些钱足够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忽然申去原主的母亲打来电话 崔毅在瞬间想到自己的母亲挂掉电话后 两行泪水忍不住往下流 崔毅在思虑良久 决定分一半钞票给原主母亲送去 毕竟以后要靠这具身体生活 而剩下的钱则存尽最多保管四天的地铁站储物柜中 可当他即将抵达原主家里时 一名男子突然出现 一刀又一刀将崔毅在头脑在底 看着眼前陌生的面孔 男人提醒 崔毅在这才想起来 对方居然是被撞死女孩的父亲 两人曾经在法人见过面 他对判决结果十分不满 难道女儿的生命只能换来凶手的两年刑罚 崔毅在也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敌人存在 于是连忙开口解释 自己只是帮人顶包而已 就在这时 借口传来行人的脚步声 男人急匆匆地逃离现场 想不到来者居然是狱中结实的小跟班 或者看到崔毅在没有死 当即常常松了一口气 不过很快又变了一副嘴脸 原来他也是律师在监狱中买通的帮手之一 崔毅在这才反应过来 当初小跟班拿着铁棍冲进来 不是打算帮忙 而是要干掉自己 他连忙表示自己有很多钱 可对方压根就不信 接连几道筒下 崔毅在无力地瘫倒在地 连母亲的电话都没机会接了 回到十店的崔毅在满脸伤感 既有对事态炎良的部分 也有愧对母亲的自责 不过他很快就将这些情绪抛中脑后 存在地铁储物柜的现金只有四天时间 他请求地狱使者赶紧开始下一局 后者玩味一笑 扣动了手枪扳机 崔毅在的感觉有些奇怪 四肢不听使唤连话都说不了 原来这次的附身对象 居然是个刚刚满月的婴儿 崔毅在在心中漫喊 储物柜里的现金怎么办 听到哭声的母亲快速跑来 急匆匆地将婴儿放进车里后 当即换了一副嘴脸 崔毅在都快惊呆了 这位母亲莫不是有暴力倾向 好在父亲看上去比较和蔼 不过拿出一瓶过期的腐蚀是怎么回事 崔毅在再次瞪大眼睛 好在这时门铃响起 社区人员带着警察来访 原来是婴儿去医院时 医生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伤口 怀疑有人家暴所以选择报警 社区人员正要上前检查 父亲连忙拿出儿童福利院的工作者 从事这份工作的人 怎么可能家暴 两人当即准备离开 崔毅在急得嚎嚎大哭 警察心中大病 哭声洪亮有力 怎么可能有伤 婴儿全身一颤当即受处哭声 可这丝毫无法浇灭母亲生疼的怒火 结果这次经历成了崔毅在最短暂的仪式 回到时间后 崔毅在为孩子感到不值 他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 地狱使者满脸嘲讽 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吗 当初的你还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可那名孩子只能被动接受外界施加的一切 崔毅在不想再讨论下去了 他让地狱使者赶紧开始下一局 储物柜里的现金快要到期了 后者也不墨迹 十分干脆地掏出手枪 进入新的轮回后 崔毅在看了看手机 距离四天实现还有15分钟 好在存钱的地铁站就在前方不远 当他匆匆赶到储物柜时 刚好抢在前一秒 取出了装钱的手提袋 心中的巨石落下 崔毅在抽空照了照镜子 这仪式的颜值除了把脆 甚至还是小有名气的模特 这时候记忆水晶如期而至 崔毅在惊喜地发现 也许这次轮回将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 以上就是死期将至的第三集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